弟兄姐妹们 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 家人们 还有朋友们 平安 今天呢 是何等的喜乐 能够来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呢 那就是 祷告 毫无忧虑 我们来看菲利比书第四章 第六到第七节 应当毫无忧虑 只要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 带着感恩的心 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这样神所赐超过人 能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 在座的家人们 弟兄姐妹 包括线上的朋友们 家人们 这是一个 对现代人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题目 因为呢 忧虑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个家常便饭 因此当我们一提到说毫无忧虑的时候 这个呢是一个可遇不可求 想要却不一定得到 他就好像蝴蝶在天上飞 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 而保罗在这里 他语触惊人的说 应当毫无忧虑 在座的家人们 可能有一些线上的朋友认为 保罗应该是家财万贯 又或者是子孙满堂 安详晚年 又或者是他应该是上岸了 就像可能在座有一些弟兄姐妹一样 你们已经上岸了 但都不是 保罗他面对什么 事工分裂的问题 而且他又不能够在现场 他被关在监牢里面 而且随时可能 他会面对到上命 就在这样一个处境里面 保罗竟然说毫无忧虑 怎么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保罗他在祷告中 他经历了毫无忧虑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 什么是祷告 祷告又如何尽到毫无忧虑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 祷告的功能 它是外在表达内心依靠 耶稣基督 外在的表达内心依靠 耶稣基督 祷告它不是让万事如意 或是梦想成真而已 更不是有祷告 就能使耶稣推磨 都不是 反而祷告的功能 它乃是一个外在的表白 内心的依靠 耶稣基督 它就如同赞美一样 刚才我们的赞美一样 当我们的内心充满了赞美 我们的嘴唇 我们的外在 它就会表白出来 而且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感到什么 内心的满足 就好像当你吃到一个好吃的食物时 你会发 你会怎么的说呢 你会说这一个字 那就是 嗯 当你嗯 的时候 这就是一种 外在的一个的赞美 而且当你嗯 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满足 还有享受 在座的弟兄姐妹 包括线上的家人们 弟兄姐妹们 这个时候 闭上你的眼睛 来想象 摆在你面前 是你最喜欢吃的 那个的食物 可能这个时刻 有一些人 你感觉到肚子有一点饿了 你就想象 摆在你面前的 是你最喜欢吃的食物 想象到了吗 然后当我倒数的时候 你就说 嗯 三 二 一 嗯 我这样子听到我的声音吧 你们有在想吗 不过我听到线上 很多发出嗯的一个声音 OK 好 所以 当你嗯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非常的满足了 可是 如果别人阻止你 对你说 你不可以嗯 你会怎样 吃到不爽 因为 你不能够赞美 同样的 当我们的内心 充满对耶稣的依靠的时候 我们的外在 它会表白出来 就好像诗人在诗篇一九篇 第三第四节 死亡的绳索 缠绕着我 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 困苦 那时 我便求靠 耶和华的名说 耶和华 求你救我的灵魂 十篇 十八篇 第十八节 我遭遇患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 是我的 依靠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呢 就是外在的一个的 告白 外在的一个的 表白 内心里面 我依靠 我依靠耶稣基督 而耶稣基督 当他听到这样的一个的祷告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他得着荣耀 这就是祷告的功能 那么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的内心 能够充满依靠耶稣呢 我们就需要祷告的元素 祷告的元素 遵从耶稣 祈求耶稣 还有感谢耶稣 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一处圣经节 第六节 他说 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 带着感恩的心 在这里有三个名词 哪三个名词 祷告 祈求 感恩 或者是感谢 很奇妙的 这里 这个名词 祷告指的是什么呢 肯定不是祈求 或是感恩 否则 祷告 这个词 在这一段里面 就变成了什么 多余了 那么 这里的祷告 到底是指什么呢 我认为 它是指 尊崇 甚至呢 是超越尊崇 因为保罗 他在整本 菲利比书 当你去看完整本 菲利比书 你会发现到 保罗都在尊崇 耶稣基督 故此 祷告的元素 就是 遵从耶稣 祈求耶稣 感谢耶稣 那么 在座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 遵从耶稣呢 认识耶稣的伟大 才能述说 耶稣的伟大 这就是 遵从 当我们 祷告的时候 让我们 先遵从 耶稣基督 耶稣啊 我的麻烦很大 但是 你比我的麻烦 更大 耶稣啊 国家的政治 有许多的变数 但是 主耶稣 你在人的国中 葬权权 你要把国赐给谁 就赐给谁 耶稣基督 你永远 葬权 我的病情 非常的挑战 但是 耶稣 你是 医治者 你能够给我 暂时的医治 或是 永远的医治 主耶稣 你是真的 你不会骗我 你不会犯错 哈利路亚 更多的尊崇 在诗篇 一百二十一篇 第一节 第二节 他说什么 我要向山取目 我的帮助 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 从造天地的 耶和华 而来 这就是 尊崇 耶稣 但是 我们要如何 能够尊崇 耶稣基督呢 除非 我们不停止 认识耶稣 我们不停止 认识耶稣 那么 我们要如何 不停止的 来认识耶稣呢 我们就需要 圣灵 圣灵 祂来帮助我们 以福所书 一章 十七节 到十八节 求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 神 荣耀的父 赐给你们 智慧 和启示的灵 使你们 充分地认识祂 并且 使你们心灵的 眼睛 明亮 可以知道 祂的呼召 有怎样的盼望 在座的 弟兄姐妹们 线上的 家人们 圣灵 使我们 认识 耶稣基督 而且 有趣的是 保罗 他对 以福所教会的 祷告 是充分地 认识 耶稣 在启示录 我们知道 以福所教会 它不是一个 嫩草教会 它可是一个 数一 数二的 泰山 北斗的教会 或者是 你可以说 它是一个 超级教会 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 有许多 资深的 属灵前辈 但是 保罗竟然 还为他们 祷告 使他们 充分地 认识 耶稣 基督 家人们 弟兄姐妹 朋友们 甚至有许多的 属灵前辈 从这一处 保罗的 祷告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能够 持续 不断地 保持那个的 惊喜 及好奇心 来认识 耶稣基督 到一个地步 保罗 他追求 认识耶稣 他说什么 在菲利比书 三章八节 不单这样 我把万事 当作有损的 因为我也认识 我主 耶稣基督 为自保 为了他把 我把万事 都丢弃了 看作废物 为了要得着 耶稣基督 保罗说这句话 不是因为 他很属灵 而是 当一个人 他认识 耶稣是谁的时候 他会遵从他 甚至 他看待万事 对比 耶稣的角度 都会改变 我就想到 一首的诗歌 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 充满在这地 做什么 我渴望 更认识你 耶稣 更深的经历 圣灵请你来 改变我心意 做什么 开我的眼睛 开我的耳朵 让我更多 认识你 耶稣 看到耶稣 听到耶稣 想到耶稣 认识耶稣 这一个就是遵从 那么 祈求耶稣 把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这是你的 祷告的清单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从前 现在 将来 成就的事 十字架 永远能够成为 我们 感谢耶稣的 内容 为什么 等一下告诉你 第三 祷告的结果 祷告的结果是什么 在耶稣基督里 毫无忧虑 平安保守 应当毫无忧虑 神所赐 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 心思意念 这真的是 超过人能够了解 祷告的结果 竟然不是神 祂成就你 所有的祈求 竟然不是我 在座的 家人们 弟兄姐妹 甚至是朋友们 我们能够思考 如果祷告的结果 是万事如意 我们仍然会 活在忧虑里面 奇人忧天 不是因为他的生活 遇到许多的难处 而是 太顺利了 太 如意了 到一个地步 他的焦点 完全在环境里面 所以他才会担心 天会不会塌下来 地会不会陷下去 同样的 如果祷告的结果 是梦想成真而已 那么耶稣就沦为 祷告实现的工具而已 那么我们的祷告 追求的不是耶稣 是我们的梦想 而这样的祷告 会让我们失去力量的 而且甚至呢 会让我们觉得 祷告没有用 那么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是 祷告的结果是 我们能够选择什么 毫无忧虑 这不是说 我们不会忧虑 而是 我们在祷告中 我们遵从 我们祈求 我们感谢耶稣基督 我们的焦点 被耶稣充满 如果我们只有祈求 没有遵从 没有感谢 我们只是把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担子 我们想要祷告的事项呢 带到耶稣的面前 然后祷告结束了过后呢 我们又扛着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担子 带回去 我们的生活当中 但是当我们 遵从 祈求 感谢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焦点 在耶稣 我们把我们的需要 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焦点 在耶稣 我们的焦点 被耶稣所充满的时候 我们乃是将 耶稣带进 我们的需要里面 带进我们的生活里面 带进 我们所祷告的清单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 并且我们能够期待 我们能够期待什么 我们能够依靠 耶稣基督 祂要带领 这些的需要 这不是一个 阿Q的精神 这也不是一个 积极的思想而已 因为我们有更美的应许 在菲利比书 同样的 在菲利比书 四章十九节 我的神 必照祂在基督耶稣里 荣耀的丰富 满足 你们一切的需要 即便神没有成就 我们所有的祈求 我们足以能够相信 祂成就的满足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然而 比这个毫无忧虑的 这个选项 更加重要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神在基督里 祂赐平安 来保守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意念 指的是我们的想法 那么 祂如何赐下 这个的平安呢 那就是十字架 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家人们 献上的朋友们 那就是十字架 因为最忧虑 最痛苦 最可怕 最恐怖的事 就是 钉十字架 我在幻想 当耶稣 又小的心灵 开始有意识的时候 当他的母亲 告诉他说 小耶稣 这个就叫做树 树木的树 当耶稣 看着那个树 嘴巴念着树的时候 可能在他的心灵的深处 他想到这一句话 经上记着所 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受咒诅的 当童年的人 在追逐爱情 事业 可能在追逐 他们的梦想的同时 当耶稣 走出他的家门的时候 他看到一棵又一棵的树 然后仿佛 每一棵的树 都在对耶稣说 反而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到一个地步 当耶稣 他来到这个克西玛尼园 十架的前夕 他祷告的时候 马太福音26章 36节到38节 耶稣和门徒 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克西玛尼园 就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我要到那边去祷告 他带了彼得 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一起去 刘欣 心里忧愁难过 对他们说 我的心灵痛苦的 快要死了 你们留在这里 与我一同警醒吧 耶稣 祂是100%的人 同时 祂是100%的神 就连耶稣基督 神人两性 结合在一起 祂有100%的神性 就连耶稣 祂都感受到 忧愁难过 心灵痛苦 这是什么 这不是一般的十字架 甚至远远远的超过 我们人能够了解的 忧愁难过 心灵痛苦 当耶稣临死的时候 他说成了 成了什么 以赛亚书53章5节 哪至 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祂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祂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当我们更深的认识 或者是在座的朋友们 当你更深的认识到 耶稣他代替我们 承受了我们不可能 能够承受的忧愁 难过及痛苦的时候 耶稣复活了 我们越能够确定 即肯定在基督里 我们得平安了 到一个地步 罗马书第八章32节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 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 难道他也不把万有 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一个见证 在我的生命中 有一段时间 我不懂得如何面对压力 这回事 我的身体出现的状况 每半个小时 我都会呕吐 进了医院 打点滴 即使没有吃任何的食物 每一天 每半个小时 我就呕吐 后来 感谢赞美主 借着药物及治疗 我康复了 但是呢 在我的内心里面 我是很忧虑的 为什么 我在想这一件事 万一复发 怎么办 因为 这不是第一次了 很奇妙的 在一次的敬拜 及祷告当中 我看到了一个影像 我看到 在我的前方 有一个很可怕的沙尘抱 它迎面而来 但是很奇妙的 没有沙尘和石头 打在我身上 我看到一个很庞大的身子 它将我紧紧地抱在 它的怀里 我知道是耶稣 然后我看到 它的背后 承受了 沙尘和石头的打击 血淋淋的 我很感动 然后我知道 耶稣 你会赐我平安 结论 如何经历 祷告的功能 祷告的元素 及 祷告的这个的结果 耶稣的一句话 也是一份邀请 而这个邀请 这句话贯穿了 祷告 约翰福音 四章十节 耶稣回答他 他对撒玛利亚夫人说的 你若知道 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 对你说就表示有人听 请给我水喝的是水 你必早已求他 他也必早把火水赐给你了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到 这个火水 竟然就是 耶稣基督本身 让我们低头祷告 哈利路亚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 使我们充分地认识你 使我们向你祷告 同时 主耶稣基督 求你照着你荣耀的丰富 来满足弟兄姐妹 献上的弟兄姐妹 家人朋友 一切的需要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Amen 愿主耶稣基督 赐福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家人们 还有献上的朋友们 愿神赐福你们 阿们 感谢观看